重病的成败关键 到重病的时候 不一定每个人都救得起来 从轻症到重症的时候 我认为都可以救得起来 因为它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一般容易救 那一般轻症到重症 它的治疗原则是怎么样 是要先内外热源 还是要先按推 先按推 那到了重病的时候 有病症的体力虚弱出现的时候 譬如行动磁网无力 面无光泽 类似这一些 就要先怎么样 对 先内外热源 然后后按推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也就是轻症到重症 如果医师治不好 医师要负绝大部分责任 也就是要负70%的责任 那如果重病医不好 谁负责任 患者负70%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到重病的时候 他会死是因为死于什么 体力虚弱 也就是热人耗尽 体力虚弱才会死 那体力 有没有人能给你的 你们有没有人看到 我体力突然间变好的 有没有这样 光看到姜汤体力就变好 不用喝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自己去做 也就是自己要去运动 体力才会变好 心情自己要愉快 还要充分休息 那这个别人没办法替代 所以到重病 我说如果医不好 患者要负大部分责任 即便我教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但是你每天都郁郁寡欢 然后每天都躲在家里也不动 那你以为别人给你内外热源 给你按推就可以好 那这个 这个一定失败 所以到了重病 为什么我说 我就讲的比较保守 因为变数太多 患者观念清不清楚 他愿不愿意配合 他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都成为 成功跟失败的一个关键点